快要到那家店了 吃一束绣球还挺可爱的 他这么不怕声吗 现在呢就是要出一趟门 今天和一个还蛮好的朋友 我们约了一家咖啡厅 是在玉林那边 晚上呢再去玉林那边吃一家 我很喜欢的自贡餐 那我们就一会儿见咯 出门啦 我现在快要到那家店了 我感觉我最近好像长胖了 就是脸非常的感觉就是没有下巴了 已经 这一杯叫约克是被他的名字给吸引了 我们的下午茶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外面的人还挺多的 哈喽大家 我现在呢来跟大家拆几个快递都在我手里 一共有四个 我最近就是还蛮喜欢在拼多多上面买一些厨具啊 或者是生活用品 就是还挺便宜的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花瓶质量也很好 这是一个跟抹茶相关的工具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抹茶粉加上水 它老是有些小块 就是画不拍 有了这个工具的话 就可以让它不太容易结块吧 再来拆这个 这是一件衣服是我先前隔离的时候买的一件 是一个算是外套吧 一件黑色的毛衣外套 其实当时它是按套装来卖的 然后我觉得它那个黑色的背心稍微价格点贵 而且我觉得黑色背心还蛮容易找到平替的 所以我就只买了它的这件黑色的外套 这个外套还蛮特别 是一个这样子的杯子 奶黄色的 超可爱 它的手柄很粗 就拿在手里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真的很好看 摸上去手感很好很滑 然后平时视频里面也可以经常用到 这个是人生导师送给我的 谢谢 真的很喜欢 这是我送给一个教师朋友的生日礼物 是一个透明的米菲的玻璃杯 下面是一个可以调节它温度的一个加热杯垫 我觉得这一套就是很可爱 然后也很适合它平时就是要 需要经常喝水的这么一个办公场景 今天的一个安排呢是去我的好朋友婷婷家住一晚 我有一个很早的面试就是在城里边吧 离它比较近一点 我就想说今天提前过去 顺便再找它取取经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一下 换个衣服就出门啦 醒时 好久没来了 她们家出了很多新品 比较狗 嗨我和婷婷现在要出去吃晚餐 走着好看 开心 哈哈哈 我和婷呢现在决定去吃一家 那个叫什么来着 黄海房海烟 然后在泰深路那边 我们先需要去坐一下地铁 然后再走过去 她今天穿的好少呀 哈哈哈 很少吗 对很少 长啊 啊好粉味干哦 我们等会儿来吃嘛 可以 我手上还带了礼物 等会儿还要给一个朋友 我先走 你猜这边吗 对 她说在那个农贸市场那儿 就是这边 对 路边 路到一只狗狗 好乖啊 她这么不怕声吗 她直接趴下了 趴一下她 在我的脚边 我们还要等一出 你敢摸好不好 啊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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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别人的口 哈哈哈 在这玩的那么开心 她主人在这边 我们已经当自己人了 竹篮生蚝 点一个海鲜粥 还有香葱 还有鱼 粉丝上的 哇 那个我也想吃 麻辣花甲 给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点了这些 然后就点餐 哈喽大家 我们没有等多久 就坐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今天是工作人 所以没有等太久 满满想吃这种海鲜的 而且它这儿价格 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已经是7点43分了 我回去陪说 还要继续复习 我去看她 消息 很细的 很重 再试一个 我眼泪都吃出来了 那这末就放的有点多 这是我们点的海鲜粥 10块钱一碗 它里边有葱啊这些的 还有小米辣 这是我们的那个生蚝 就是香啊 柔柔柔 它这儿的分量都挺小 所以就可以点很多 你们俩我的膜都没了 这个能放到 这个啊 我们在吃起来 就放这儿嘛 怎么样朋友们 是不是看着超有私欲的 干杯 我面试的顺利 我的肚子不好 试炼不好 我们已经吃完了 吃的还是挺饱的 现在就准备坐车回家了 嘴巴有点辣 我们转场了 这个是刚刚婷婷点的一个面筋 然后我已经吃完了一串烤烧皮 我们现在又来吃这个冰粉 我都是没有要葡萄根 他没有要山楂 看看我才缤凡的路弹 我陪婷婷来 哦呦 耶泽买一个 咱们看看婷婷婷的穿搭 娃娃斯 像不像租车老师 像 买这个奶吧 这个 因为它便宜 卡式的 买一个 OK 就买这三个 走 还没有给大家讲一下今天上午的面试 就是特别难 我觉得特别难 考了好多语文相关的和语文文学素养相关的知识 而且还挺像高考题的 我们还做了一些游戏 但这些游戏呢 也有它的一些比较深的套路 我都是现在后来回想起来才感悟到的 当时就真的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游戏去玩 所以我现在呢也还在等结果 不知道我的 呃 这次出事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走到了这个爱心斑马线上 走过爱情斑马线就会有爱情吗 我头发也油了 还要油着头去跟朋友吃饭 我遇到了五早的网红小猫咪 嗨 嗨 嗨 小猫都睡着了 我这个天才起来 吃麹 cascade 比较深的 Number 游戏 吃了?嗯嗯,你吃 好小心翼翼啊 很怕 整個很怕 我沒有想到他怎麼死 他裡面還有塔 好美啊 走在這樣的樹下都覺得很幸福 換了一件衣服,都是同一天的 就從下午買椰子開始 晚上很冷 對,他把我去他家住的這兩天的生活用品 給我帶回來了 每天潮心我的呢 就是 裝修 聲音真的很大 還是 原來的老配方 烤麵包 還是原來的老配方 這是我昨天去買的草莓 最近草莓的價格就還蠻低的 這一框15塊錢 而且昨天我已經吃了一點了 但這個草莓的個頭 就比較小 要趕緊吃 放不了幾天 你吃吃飯 不管你吃飯 我去走 趕緊帶 然後走 後路 就是一杯超简单的草莓酸奶 啊 我把它弄丑了 今天的很简单的早餐就做好啦 看一个视频 好甜呀 分一半给你 我觉得吐司加黄油也还挺好吃的 我买的这个是带有咸味的那种黄油 然后这个吐司本身是巧克力味的 尝一下 哈喽大家 我现在要跟你们一起来开一个箱看看我这一次买的这个鲜花品质怎么样 因为前两天就是看那个淘宝直播 最近的花价真的是很低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如果说等会打开全是坏的或者说品质不那么好 那我以后就就再也不再往上买了 一起来拆一下吧 哇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树 有几只尤加利叶 这里是羊柑橘 我这次买的这一组配色都是粉粉的这一种 这里是一束绣球 还挺可爱的 蛮大一只 很重 这个是多少只啊 20只玫瑰 这个玫瑰是看着挺新鲜的 而且个头不算特别大吧 还有几果粉色的康乃馨也是超漂亮 我选的这一组花都是粉色为主题的 非常春天 我现在要把这些花全部拿去醒一下 醒几个小时吧 因为它们长途运输已经很脱水很严重了 我看到小红书上面说就直接带着这个包装一起放进去 就这样吧 因为我也没有特别有经验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花花们 现在正在水桶里疯狂的吸水 明天早上起床再看一下它们的状态